加拿大环球邮报11月23日刊登题为同中国脱钩比听起来难得多的文章 商鸿飞显然不会是被挑战吓倒的人 在全球竞争激烈以及西方努力与中国脱钩的背景下 这位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在过去几年里 一直试图把加拿大变成电池与电动汽车领域的重要角色 在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最新的全球锂电池供应链排名中 加拿大位列第二比2021年的第五位有所上升 排名仅次于中国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这个年度排行榜反映了各个国家 在争当电池霸主的竞赛中所处的地位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分析结合了一系列定性和定量措施 加拿大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因素以及可用原材料方面得分很高 但大部分原材料尚未开采 而且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都在其他地方加工 彭博新能源财经指出 重要的电池和原件制造能力的缺乏 意味着这些资源的大部分价值是在加拿大之外实现的 实际上虽然全球汽车业巨头斯泰兰蒂斯集团和韩国LG新能源公司 已经宣布计划将共同投资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温莎市建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但其电池组装所用的关键矿物和原件可能仍要在中国提炼或生产 要想在今后几十年内打造出一条全北美电池供应链 将需要规模极为庞大的项目 随从关键矿产定价和产能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最近估计 中国控制着91%的阳级生产和78%的阴级生产 到2030年它在全球阴级活性材料中所占的份额将增至87% 相比之下基准矿业情报公司预测2030年 北美本地的供应商只能满足北美3.5%的阴级需求和3.4%的阳级需求 基准矿业情报公司分析师乔治米勒在谈到促进关键矿产开采的努力时说 所有这些原材料供应都是重要的 但最终如果没有中油生产环节 这些材料将不得不出口到其他地方 然后作为产品重新进口到本地区 因此商鹏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最近试图呼吁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 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指出 主要的非中国理生产商继续投资于中国的工厂 这使北美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基准矿业情报公司分析师戴希詹宁斯格雷 在周二发布的报告中说 他们可能并不特别希望脱钩 因为他们的下游需求有很大一部分 要依靠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里 这种需求要依靠中国 在中国建立和运营企业更容易更实惠 所有这些都让商鹏飞的工作 变得比他声称的要困难的多